那如果大巨蛋要解套的話 變成要中央協助 就人車的疏散 需要中央協助 這個都牽涉到文化部 趁著上週四 蔡柯惠可疲向小英抱怨 文化部卡大巨蛋案連通道 但文化部長鄭立軍可不是慎有的登 那至於大巨蛋 我們是認為說 其實首先要請北市府 先清楚表達大巨蛋要不要續見 嗆科要先表態 大巨蛋要不要改 一個半小時後 柯文哲接招再把球丟回鄭立軍 不猜就是要蓋 不然你要幹什麼 我就講嘛 乾脆就公開錄影算了 這次審查它也會透過 我們委員會來做審查 跟應該沒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前面的案子審太久 所以後續那天沒有審到這個案子 並不是說 有怎麼樣互相去卡的問題 把皮球踢回文化部 還揚言公開會議內容 柯文哲砲轟力道不小 不只北市立委博選 綠白分手各推人馬 現在綠白暫時和 為了大巨蛋連通道 柯文哲和民進黨 貨槓戲碼越演越烈 現在又把這樣子的一個後果 推給中央 柯文哲你對大巨蛋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 你的解決方式到底是什麼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柯文哲所講的話 中央執政的單位 文化部 主管機關 跟你地方政府 台北市政府 如何協助 共同來面對 大巨蛋這個問題來解決 而不是又要把 另向的推到 所謂的派系問題 這樣子來講 只是侮辱了你 柯文哲自己本身的一個智商 說好選後 要為人民著想 但綠白少了戶性 大巨蛋案各懷鬼胎 持續政治角力 記者楊世絮 陳馨怡 台北報導